艾滋病患者的话也不是讲完全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去提示 你们心里会好受 可是我们心里是完全是不会好受的 不管你是同性恋也好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患了HIV也好 我觉得可能身边的朋友怎么看你不是很重要 是家人的支持比较重要 如果你家人可以跟你讲的 你好好找你的另外一半 好好过你接下来的生活 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个答案了 你敢说我敢说 欢迎大家收看彬彬有礼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彬彬 这样子呢我今天呢就请到了一个艾滋病患者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切身经历 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嗨我是Paul 是我们今天很开心的能够请到他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这个主题 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组织也好 或者是传统媒体也好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艾滋病的这些资讯 所以呢非常感谢也很感动 他可以以这个艾滋病患者的这个身份 来上到我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艾滋病的这个资讯 提到艾滋病很多人都会觉得他很恐惧 因为呢对他一无所知会觉得他是一个世纪绝症 所以呢到底什么是艾滋病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吗 哈喽这是属于是病毒这样子 我们感染的那个传道呢最主要是分了三个步骤而已 这第一个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错失的那个性行为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属于是你的那个母婴的那个好像传染这样子 母婴的传染是什么意思是妈妈传染给孩子的 妈妈传染给孩子的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注射的那个传染跟人家分享神工的那一种 只是我们这个一开始进入我们的人体那边呢 我们第一个会得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 HIV 血 那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病毒 就是传染了我们身体过后的话呢 它会慢慢侵入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那一边 然后它就会慢慢腐蚀 就跟我慢慢吃掉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慢慢的慢慢降低 到了一个程度的话我们才会转换为我们的 AIPS 那个就是所谓的已经成为一个病态的那个状况了 哦所以中了艾滋病它会有一个很长的潜伏期 啊对 所以可能你在感染了那个 HIV 的病毒 过后你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艾滋病患者 你要等了一段时间 这样大概要多长呢 每一个人都会不定的 因为我们那个潜伏期 我们最长的是有差不多20年已久 20年 这样子就是代表他那20年里面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带病者 啊对 这样子他在埋伏期的时候 他如果跟人家信爱的话会不会传染那个病毒 嗯也是会的 也是会 对也是会的 哦所以可能他那20年里面他一直以为他平安无事 结果他默默的感染给很多人 对 我有一些朋友他就有跟我说 他跟他另一半是完全没有带套的 他说反正我又没有 HIV 他又没有 HIV 嗯 他就想说我们两个根本不可能感染是这样子吗 嗯 这句话又不能这样说 不完全对啦 不完全对 OK 因为我们也很难保证 也刚好那一段时间你是还在埋伏期 你还是空窗期那时你是检验不到的 哦你刚才有讲到一个自制的空窗期 所以是不是有一段时间是完全检测不到就算你中了啊 他是要几个小时还是几天过后才会 才会检测到 一般来说差不多要三个月 哦三个月才检测到 对三个月的空窗期 因为还要慢慢进入你的那一种好像你血液那一种 你的那种好像CD4那一些的系统里面 还是需要时间 因为你刚做完性爱的同时的话 他还不够给你有足够的那个病毒量 给你去检测到出来的 其实当初你是怎么发现到你自己感染的 你是在几岁的时候 我大概是21岁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比较少年无资啦 少年无资那是一岁了 对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少年无资 我基本上已经有差不多好 接近已经有差不多 八个月这样子是棉续发烧 八个月啊八个月很长耶 八个月对那时候还是有就无资啊 就不知道要怎样办 然后我就那时候你有怀疑了的吗 呃没有想太多 没有想太多 没有想太多 就只是以为当初是一般的体质弱 是完全不会去想到这一方面的东西 然后就一直一来越瘦 一来越瘦这样子 然后也是发觉到不对劲了 应该是接近第九个月的时候 我开始咳嗦有血 哇这个症状很严重 对可是我有血 然后我也是开始发觉到我的石头那边 旁边那边左右两侧都是会有白点 所以那时候你是朋友提醒你还是你怎样呢 呃我就自己花钱去做检验 你拿报告的时候有没有 睡不安啊 硕力难安啊 嗯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是有一点 已经心里有数我已经知道自己是有什么事情的 因为你有已经上网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发现你的症状 啊对我已经 都对完 因为我那时候我发现到我身体有这样的症状 我是第一时间我是上网去查了那些 HRV 的症状有包括哪些 然后我就看到基本上 它是十个里面 我起码八个都中了 又加上医生 多数他们的话语中已经是有透露了 啊暗示这已经有透露一些东西了 就是他有跟你讲 You relax 啊 这样子啊 直接这样子讲 我就大概知道什么事情了 因为每个医生 多数会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多数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他会叫你去 relax 这样子 你这样子有没有回家有哭啊 包哭啊 吃过一个人晚上偷偷哭 这样就没有 没有你这样坚强吗 这样就没有 因为我已经大概都已经知道了什么 只是你讲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样子的话 就会对我有一些不能做的东西 会感到遗憾还是少了 这样子有什么东西是你不能做的呢 比较常见的就是国外工作 啊 国外工作还要检测你是不是有病毒 啊对 好像不只是国外 好像你进本地的 据我所知啊 我有朋友告诉我 某某电台的高层就是公司吧 他们发现到他们的员工 嗯 是然后就把他们 就是要他们辞职 就是公司不能有 对这个 还是病患的 这个新闻的话我都有收听过 可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在 呃 歧视 你是有这个疾病的 可是 我们有好像平时有服用药物还是什么的话 我们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 工作那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样子你感染了过后 你有没有第一时间跟你的朋友或身边的人讲 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多数的话都会给我鼓励会比较多 你第一个讲的是谁 你发现这件事情 你是跟你好朋友还是跟你亲人 跟我的亲人 因为我亲人是怎样都是第一个发现到 我有这样的问题 哦 他们其实也是有怀疑过了的啦 多多少少都是有怀疑 可是他们最多都是可能伤心一下骂一骂这样子 然后就 坦然的说这样 你有了就有了 你就好好过生活这样子 过好你的人生这样子 嗯 如果你将来有找到一个伴这样子的话 有找到一个男朋友的话 就最好不过 因为 也知道我是 同志的这个身份 也不可能会 跟女生结婚还是什么 毕竟可能将来 我有没有找到另外一半的话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过身 或这样子 如果他讲 你有找到另外一个伴的话 也更好啦 就是可以 所以你的家人已经是支持你 然后也 就是希望你找到一个好的 男同志伴侣这样子 嗯 他们也是讲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伴这样子 可以给我去好好走下去 这样子 可是你在跟你家人讲 你是有艾滋病的之前 他们是知道你是同志这个身份吗 怀疑 怀疑啦 可是直到艾滋病这件事情发生了过后 他们才确定啦 因为你就跟他讲原因是吗 对 讲原因 不管你是同性恋也好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换了HIV也好 我觉得 可能身边的朋友怎么看你不是很重要 是家人的支持比较重要 如果你家人可以跟你讲的 哦 你好好找 好好找你的另外一番 好好过你接下来的生活 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个答案了 我也希望这样子 哈哈哈哈 好 这样子为什么你会公开你的身份呢 因为我看你的Facebook 你的那个Description就直接是公开 HIV并不可怕 对不对 对 对 你是为什么你会选择公开这个身份 我也不想在意你们还是什么 我想可以开开心心的去做活我自己这样子 因为讲到之前什么的话 我还要去压抑我这个病情 然后不要给大家知道还是什么的话 我也不想一直少少买卖这样子 然后我也不是不想再好像这样子 不敢去用我真实的面容这样子去正式面对别人这样子 我真实想要开开心心的做活我自己这样子 这样子有一些人认为同性恋是艾滋病患者的高风险群 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确实你讲的是对的话 就是蓝跟蓝的性行为那边的话 我们是会比较愿重的 因为我们是 性行为那边 我们是会用到港交这个地方来进行性行为这样子 就是我们刚教的途中也是蓝脸会有受伤的时候 就是如果是讲润滑不足的话还是什么的话 蓝脸一定会有受伤或者是破裂这样子 会有流血或有伤口这样子 所以就会有他们那些病毒就会从那个伤口那边钻进去这样子 就变了会容易传到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同性恋就容易重 我觉得这个是不正确的 准确来讲应该是性行为 因为港交这个方式是因为我们港门是脆弱的 很容易流血 像你同性恋者的话 其实是比一般的异性恋者感染的机力更低 因为他们不会进行港交 所以大家不要再把同性恋就等于爱之病高风险去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啦 当然在这里其实也是服务各位同志 也是要做好安全措施 一定要坚决自己的立场 不管你多爱那个人 你都是跟她的请戴套 对 如果你真的爱我就请戴套 对 不然你们就不要做行行为 使剑子听说你是这一个 Tek Charge Today的主持的人 这样子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组织是做些什么的吗 我们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HRV的是什么东西来的 跟我们也是会在宣传就是我们的那个PLAG跟那个PAC是什么来的 是怎样服用 哪里可以购买这样子 所以你讲的刚才那个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跟大家讲吗 就是我们的那个PREP 那个的话就是性行为暴露前的那个服用的药物来的 避免掉可能99%这样子是完全是不会感人的那种 哦 你真的是需要就是有时候 无套的时候 你就可以吃这个药去避免掉它 都是可以的 可是我们是建议的说的话 你同时有吃这个药 然后你有加买那个带套的话呢 就差不多就基本上已经是百分百了 你就可以安全的 双双刀 对就是你要做多小 然后你也不会有那个心理的压力 讲啊我吃了这个 然后我又没有带套 但是我不是也是有100斤的肌肉会重 你难免也是会在做性爱的时候 你也会难免到不自在 不爽啊 就是爱了很烦 就是讲太多都没有情绪了 OK OK 对 在我们这个艾滋病还没有完全找到 帮他去对付以前 还是要呼吁大家 真的是要做好安全措施 OK 最后你什么话要鼓励大家的来 艾滋病患者的话 也不是讲完全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去提示 提示我们每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 这种的人的时候的话 你们心里会好说 可是我们心里是完全是不会好说的 因为我们有服用药物跟好像有去看医生的话 我们跟一般人是一模一样的那种形态 可以去玩爽啊 可以去聊天啊 然后可以一起吃饭的那种是没有问题的 而是我们更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带着 有色眼光 有色的眼光 有色的眼光 去看待我们 好像把我们只是像以前那种麻风病的 这样子来看待我们这样子 HIV是并不可怕的 其实才是最可怕的 对 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这样子我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今天Paul能够来上到我的病病优历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用的资讯 因为在这个网络平台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传统的教学里面 我们真的对艾滋病一无所知 我觉得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惧 未必是他真的那么讨厌艾滋病患者 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资讯 因为我们人类很容易对无知 对我们不想的东西的恐惧 好像我们对外星人 因为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我们就可能很怕他会侵略我们 因为我们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要多参与一些 可能艾滋病方法的讲座 或是我们主动去找一些 艾滋病的一些资讯来提升我们自己 当然我们也希望 就是所有的教育组织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媒体都好 能够多多跟大家分享一些 艾滋病的正确的资讯 除了可以帮助到艾滋病患者本身 也可以让社会大众就是 不会有对艾滋病有这么多的误解啊 歧视这样子 好我们非常谢谢Paul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然后呢记得分享按赞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冰雁郑 郑冰雁 我们下一集病病有理再见 拜拜